大家很明白 今年就是75周年 75年 你說很長的時間 又可以是 但其實從人類的歷史 其實75年的時間 其實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我們從建國開始 其實開頭的可能數十年 都曾經出現困難的時間 或者都不是太順利 其實反而就是最近這四十年 看到的進步真的很快 感受很深 因為那個成績 我想歷史上沒有發生過 也很值得我們驕傲 不過也同時看到 其實今天的成功 都是不斷地嘗試 不斷很有勇氣去做一些改革 去做一些新的思維 這也是很感動一件事 雖然現在已經有很好的成就 不過其實很多的事情還未完成 很多的責任 或者我們國家的一些目標 都未達到 我真的很希望 也很相信 我們秉承著過去這幾十年成功的經驗 最重要是有那個心態 就是有勇氣去改革 去回應人民的需求 用這個心態去繼續努力 但是永遠每一最終的一天 我相信就算現在有這些目標去完成 可能都會有新的目標 我們國家每一個人的生活 都會愈來愈開心 愈來愈幸福 愈來愈富足 我想這個是我最大的心願 我們都跟同事 其實都剛剛去參與一個社區的活動 具體地說 就去了一個過渡性房屋的一個地方 去跟長者去聊天 家房 一起做一些活動 很有意義的 第一 我經常跟同事說 雖然我們女性私的工作 都是要集中處理好一些和法律相關的議題 但是在公寓的時間 或者可行範圍之內 都是要參與多些社區的活動 不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因為我們都有另一個身份 就是都是香港的市民 亦都是國家的一份子 要顧及社會上其他不同的階層 因為最重要是要互相關心 就可以凝聚到大家有一個團結性 我們無論遇到什麼挑戰也好 遇到什麼問題也好 我想最關鍵其中的一件事 就是首先要大家一條心 有一個團結 要凝聚人心 大家才可以做好同一件事 感受當然是因為 始終都是一個累積了很多年 都完成不到的一個獻制的責任 經歷了這麼多的波波折折 最終都可以完成到 有些如釋重複的感覺 或者是因為 不單是完成了一個法律的責任 這麼簡單 最重要是 是可以真的令到一國兩制 這個大的原則 是有一個行穩致遠的基礎 還有我想很重要的是 增加中央對香港人的信任 說服到或者希望中央會相信 我們香港人是明白這些 這麼重要的獻制責任的重要性 特別是維護國安全 我們是明白這件事的重要性 是由決心去做好我們的責任 亦都有能力去履行我們的責任 這個我想意義是非常大 為甚麼叫特總兵 因為國家不同類型的軍隊都有 有甚麼特別 其實我想強調 我們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 是有一些特別的優勢 是獨特的優勢 因為我們的制度和內地制度不一樣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 就是我們在香港實行的普通法制度 這就是我們的特性 亦都是我們對所謂特總兵 在我工作範疇裏面 特別在手裏面的工具或者武器 我們一看會第一就是 雖然我們手上有這麼好的 特別的一個工具或者武器 但也要不斷去優化自己的武器 因為今天是好 明天應不應付到周圍的環境 所以這方面一定是要做 所以你看到我做很多 相關的法律培訓工作 希望增加整個法律界 對於周圍法律發展的一些認識 或者很多外訪的活動 其實除了推廣我們自己的服務之外 其實都是讓我們自己的業界 是多一點見識 了解多一點緊 我們在哪方面要做多一點進步 第二就是就算我們那個工具 多精良多特別都好 都要有發揮到的空間 過去一年也都看到的 就是種種的原因 包括一些地原政治的原因 就是令到我們發揮的時候 是遇到有障礙的 可能別人都沒有現前那麼多機會給你 某些特別的某些國家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一下方法 就是怎樣更加好發揮我們的優勢 無論從推廣的局道看 或者對於特別是和內地更加好配合 因為我們特種兵不是自己單獨成軍 其實是整個大的軍團裏面的一部份 那怎樣將我們的特種兵和一個大隊 更加做好的協調配合工作 更加能夠發揮好的效能 這些都是全部要思考的地方 我就是很有興趣在釘釘子精神 其實是在想 你做完工作的時候 那個工作的步驟 或者你的心態是怎樣 我想說釘釘 希望大家都試過釘 我相信大家有 第一個 我想下釘的位置很重要 如果你下釘錯的位置 你會突破那件事 第二就是浪費了自己的時間 根本又破壞又沒有建設 我想第一件事 首先不要先下釘 究竟你下釘的位置 你要打個靠叉 這就觸及到 究竟你想做的事 你的目標是甚麼 我想首先要求是很清晰 你有一個很鮮明的目標 亦都是有合理的信心 這個目標是一個正確的目標 因為很多思考 要農清你最終的目標是甚麼 農清之後 都不是一步到位 我這樣打釘的人都是 都是很害怕的 你找釘就對著交叉位 嘗試又找個徐仔 慢慢細細力打 希望下一個位置 就落中交叉的中間點 所以落實過程中 我想在開始的時候 亦都要很小心 因為凡事開頭都是最困難 因為你是做一些新的嘗試 慢慢來又不能夠操之過急 希望開展的時候 在實行計劃的時候 是落位要準 落位準 亦都不能夠心急 因為第一、二下 雖然就好像釘已經落了準的位置 那你也要慢慢細細力打 其實都觸及到你的計劃 就是落實的時間 你的時間表、工序、目標 都是有些優次的問題 你打釘還有一個問題 你不能一次過打這麼多口釘 一次過你專心打好一口已經很好 每人就學習打釘 因為你不體會過做這個工作 其實你很難明白 所謂釘釘子精神背後在說什麼 當然我是比較誇張一點 但是其實是要明白到 其實講這件事背後 剛才是工作的步驟問題 你要制定計劃 但講了之後你要做 落實的時間 但一開始需要很小心 亦都不要心急 要有個行心一步一步去